打开荣耀之门 畅谈荣耀经历 记录荣耀时刻 光彩荣耀时代 欢迎走进百集访谈栏目荣耀时刻 我是主持人张光伟 如果说生活是奋斗 只有勇于攀登才能制造辉煌 如果说生活是创新 只有以时俱进才能与时代同步 如果说生活是处处 只有吃苦流汗才能实现理想 接下来请出今天的荣耀嘉宾 与我们一起谈过往 说成功 业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外科医生 中国健康产业东北商会分会长 中国健康产业福星会发起人 北京大学老年产业十六班班长 大连广播电台著名讲师 欢迎广田 业在人创 事在人为 很高兴 我们一起畅谈人生 谢谢光美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东北沈阳的一个民营企业家 山广田 出生于辽宁朝阳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从小啊 我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考上一个大学 走出这个小山沟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只有上大学 才是改变我们一个农村海域的命运 而那个时候 我在家里边条件特别困难 那么我每个月的生活费 都是靠着我的姐姐 去我们当地的一个专厂去打工 那么每一年的学费啊 都是家里的亲近朋友 东拼西凑 才能解决这一年的学费的问题 这样度过了我人生 最艰苦 也更是我感恩的五年大学 所以啊 在这里 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父母 感谢我的家人 家里为了供你上学 受了这么多苦 我觉得这是对你学习好的一种动力 学习怎么样 在我们学校里边 应该是属一的 那你跟我说 你考上什么大学了 我考上是医科大学 医科大学 对对对 一个从三十里走出的孩子 就考上了医科大学 为你点赞 那你上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我在大学学的是临床专业 临床专业多少年 临床专业是四年在校学习 有一年是到医院实习 五年 五年的大学 对 那你毕业以后应该分配工作 分配得不错吧 我97年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吧 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乡 在家乡一所医院上班 当我真正的在临床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了 就是说往往来看病的人 他们都认为说我没有什么大病 或者我今天身体上不舒服了 但是当我们一系列检查完之后 往往好多的疾病都已经到了中晚期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经常习惯性的 把这个患者的儿女啊 交到身边来 然后跟他讲一下 说父母的生命 没有太长的时间 这一生最难的时候 那你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 你想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就想 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能不能在他们的生活质量上 在未来的这个余生 给他们真正的做点什么 人生啊 就是一个大舞台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够陈述的 有时候啊 人们需要某种信念 来激励约束 是怎样一个机遇 让你放弃了你的这个临床医生 这个职业 后来进入到这个大健康行业里来的呀 这个呀 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大环境 因为那个时候 我看到了全国的各大媒体呀 也在大肆地宣传 防卫病 是乙病 因为好多人都是 当自己的疾病 到达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在选择去就医 而我们现在大健康的一个行业 是能不能把我们 未来要得的病 或者将要得的病 能不能前期通过一个手段 或者一些个产品什么的 能够把它给它溃杀在这个疾病的摇弹里头 我之所以成立这个辽宁会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 就是基于我在医学院这个五年的临床 还有这个医学的基础 我觉得我去做大健康展业 要专业一些 或者说有很多的优势 就你的学习的经历和你工作的经历 实际是你对自己自信的一个基础 对对对对可以这样讲 这是一个平实力说话的年代 每一个成功者都应该是最善于利用时机去努力开创的人 你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这需要担当和使命啊 雷军呢 曾经讲过 团队第一 产品第二 因为有好的团队 才能做出好的产品 所以在公司啊 成立之初 我就立下一个目标 让有梦想的人先富起来 让员工过上有车有房的生活 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奇迹 每一个奇迹的出现 都是一点一滴做起来的 一个好的团队会出一流的人才 那么三流的团队会出三流的人才 没有理所当然的成功 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都是来之不易 我不至于你的付出 你能告诉我 你怎么努力的 一二零一三年呢 我抱着不走出去 家就是你的世界 走出去 世界就是你的家 所以我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大城市沈阳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那么我这个公司主要是以 土奶和洋奶的推广为主 那么就这样啊 第一家公司在沈阳成立了 那么当初我的目标是 一年之内开变整个沈阳 那么两年之内呢 我要开变辽宁省 那么五年之内啊 我要立足东北三省 还有内蒙 那么十年之内 我要在全中国 都有我的公司 分公司 今天我做到了 那么我的员工 也完成了他们的梦想 现在我的团队已经达到了 我的指引团队已经达到了500多人 那一路走来 你行囊里装的是什么 通过这么多年一路走下来 可以这样讲 流过泪 流过汗 有过艰辛 有过痛苦 这么多年呢 凌晨两点之前 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 刚刚这个开闭市场的时候啊 白天呢 去给店里边去讲课 晚上呢 还得研究这个企业 未来怎么走 明天要做什么 那么在推广我们的这个 公司所经营的产品的时候啊 我们秉的一个是 顾客的利益最大化 我可以这样讲 从公司成立之初 一直到今天 我从来都没想过 说我自己能够赚过多少钱 而是我觉得 我能够成就多少人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说一个人的成功啊 不是真正的成功 而身边的人都成功了 才是真正的大成功 那么今天 我的团队啊 里面的员工 都在这个大城市 安了家 立了业 取了妻 生了子 我感觉我很欣慰 通向容易的道路 是由劳动铺设的 所以说 你与团队 为我们这个社会 做了哪些公益的行动 做人呢 应该贵有一颗感恩的心 一个人的事业做多大 我觉得不重要 而是有多少人的信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啊 在国家和个人 有灾难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来讲 应该尽我们企业最大的能力去支持 或者去帮助这件事 新冠肺炎发生的时候 我们捐款捐物啊 给湖北啊 西水县的一个村 捐了应该有 七万多块钱的物资吧 我觉得虽然说 这点钱不算太多 但是我觉得 对于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讲 我也觉得我 尽到了一份微薄之力 你曾经跟我讲过呀 你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 中正 温暖 有爱的人 你有我自己 特别得意的事情 觉得我这个事情非常得意吗 做得很好 有一次我在飞机上 去广西南宁的一个飞机上 当我们快要在这个济南转机的时候 我们一个空姐啊 在这个拿着这个喊话器在那喊 说有没有医学的知识这方面的人 说我们前面有一位这个叔叔啊 当时已经属于刘哈喇子啊 那么应该说潜意识昏迷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呢 你得站出来了 对 我觉得我毕竟是一个医生嘛 对 我也应该有这个责任 那个时候老人家的息率特别快 我记得应该能达到了123呢 134这么一个状态 那你怎么救治的当时 首先抢到的第一个是 在他的人中这个位置嘛 然后拿了这个 一个棉签 然后我告诉那个空姐 我说你拿这个棉签啊 去扎他的人中 那个空姐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然后我们取了一个 塑料救新丸 当时我记得清楚 非常清楚 取了八粒 然后放在老人家的舌下 我跟空姐说 我说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 然后给他吸上了癮 后来空姐说已经联系完机长 说准备备降 等于救了一个人 应该是救了一个人吧 有一次啊 我记得在高铁上 应该是我们一个脑中风 这样的一个患者 可能是天气比较热的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六七月份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对中年吧 不算是老年的 那么一个夫妻上来 而且手里还抱着两个孩子 我们的位置应该坐在一个车厢里边嘛 离我也特别特别远 那么这个时候就停到那边围了好多人 我们这个应该算是称务长吧 然后一个女的在那喊 有没有说这个董医的 或者说有没有大夫呀 说我们这有一个患者晕倒了 我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的态度 到那里边去看看 是究竟怎么回事吧 她这个嘴啊 已经有一面像一面倾斜这种感觉 像脑出血这样的患者 那么一般情况下 她的瞳孔啊 是一个大一个小的 这个时候我习惯性的 用我这个手机啊 那个手电筒打开 看了一下这个男筒 这个眼睛啊 确实很像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患者呀 在这个晕倒之前呢 脑出血的临床症状是喷射状 这个人也依然一样啊 他吐了一口东西 那就是你诊断以后 觉得是脑出血 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 后来你怎么救治了呢 后来也一样 因为我的包里边 经常带着塑料救新碗呢 消满低频缓制片呢 包括维锡啊 这些个常用的急救的药 我依然也是 然后我首先拿了一个是什么呢 是拿了他媳妇的一个包包 然后给这个患者的嘴啊 我给他塞上 我怕他到时候别因为这个脑中风 而引起癫痫 舌头咬瓣的 这样呼吸道不就堵塞了吗 垫上完之后 然后也是通过人中啊 颌骨啊 猎缺 一些个潜在的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给他痕 塑痘究竟完什么呢 是痕不了的 然后我跟大家讲说 一定不要动 因为脑中风 尤其是脑出血这样的患者啊 他是最忌讳动的 因为你一动 在我们诊断不太清楚的情况下 他随时随地会增加他脑袋里边的内出血 后来结果呢 就是在这个郑州之后就停下了 停下完之后 这两件事真的非常的感人 你做完这两件事以后 你自己心里感到自豪吗 应该说很欣慰吧 很欣慰 不能说自豪 作为一个医生 学了这么多年的知识 到今天我能够用上 能够挽救几个家庭 我觉得很幸福 这话说的特别好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 并非来自财富和荣誉 而是做了一些值得的事情 由你发起成意的 中国健康产业复兴会 又是怎么回事 在前期做这个 大健康产业的时候啊 放下架子 放下面子 去人在市场啊 去兄弟单位啊 去学习啊 招聘啊 然后去做的这个事 在当时这个环境下 我看到了我身边 好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往往把利益看得 要比这个质量什么的 要重要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 需要有一部分人 或者是一群人 来引领他们 来给他们指一条名路 那么我们应该说 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或者以什么样的一个团队 最终将我们中国 在大健康产业从业的这个 近千万人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梦想 应该说福兴会 对于这个企业来讲 对于大健康产业来讲 它是属于净化这个行业的 要对败 要引领 对 要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那你能不能说几件 你们福兴会做过的漂亮事 我们前期啊 你包括我们好多的小店 一些个大健康 一些个店 包括体验店也好 包括一些个专卖店也好 他们在前期交流的时候 或者说在推广的过程当中 它是有一定的麻烦的 好多人不会销售 或者说好多人不会经营 但是他一想 他又交了一年多的这个房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会把我们这个福兴会当中 做得非常好的几个企业的老总 把他们聚在一起 把这个店的负责人呢 去让他去到几个 做得好的这个兄弟企业去学习 去取经 对 去取经 你等于是培养他们了 对 坚持与梦想同行 把人做好 把事做好 那你做大健康 做了这么长时间 你觉得你的收获和感慨是 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啊 我可以骄傲的 自豪地说 我每天给大家所传授的 健康知识 健康的理念 绝对是我们跟老人家 到医院 去所挂号找的那个专家 应该我们属于一样的水平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学的人 就是到今天 不管在任何场合 我的包里边始终有两本书 一个是医学解剖学 一个是医学病理学 我记得一位 应该是一个胃癌的一个阿姨吧 说我得这个病啊 已经到了晚期 每天所浸的食物都是通过鼻刺 才能到达这个位置 但是他想延续他的生命 一个是我们体外的静点 就打点滴嘛 还有一个就是鼻刺 做一些个吸流食这一样的 就是非常容易消化的一些东西 来维持 当他到到我之后 我给老人家做了一个详细的 一个具体的计划 每天比如说喝点芹菜榨的汁啊 包括用点第二天用点这个胡萝卜汁啊 包括吃点维西啊 等等等一些个药 在临床医生治疗这个病的时候 除了化疗和放疗以外 没有任何的方法 但是通过我们一系列的产品 包括我们给他推广的一些个 体验的一些个机器啊 我觉得我非常高兴的是 到今天他还在活着 也就是说我的办公室里边 唯一有的一面锦旗 就是这个阿姨送给我的 我觉得是一份责任 也是一份荣誉 一个人走过的路 才知道有长有短 经过的事 才知道有得有失 堂堂正正做人 明明白白做事 永远别丢掉别人对你的信任 做企业啊 成为本 做人信当先 我一直会努力前行 好 为你的坚持 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